年轻的纪录片导演刘吉雄 在他的新作《宝岛夜船》中 记录了陈松的故事 当年23岁 才从大饥荒里存活下来的浙江年轻人陈松 跟他的七个结拜兄弟和小妹 听到了收音机里从台湾播送的节目后 对于百米多到吃不完的宝岛台湾 萌生了诸多美好的想象 这刺激了他们放下一切渡海到台湾 经过了几年的策划 他们终于展开行动 但出海不久后他们就迷航 索性一艘荷兰货轮把他们救起 送到泰国的中华民国大使馆 辗转来到台湾 到台湾前三个月 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 当局安排他们四处演讲 控诉中共暴行 但没想到陈松在三个月之后 突然被治安当局逮捕 他被指控是中共派到台湾潜伏的间谍 之后遭到法院判刑六年 刘继雄说 访谈的过程中他发现 即使已经时隔几十年 陈松仍然完全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涉入间谍案 推测唯一可能的原因是他曾经考取解放军空军学校 也参加过共青团 在台湾 陈松因为间谍案做了六年牢 在大陆 陈松的双胞胎女儿则因为她的行为被打成黑五类 刘继雄说 受访时陈松直言自己后悔到台湾 陈松在片子中也说 原本收音机里的宣传是来到台湾有饭可吃 有书可读 他原本希望到了台湾可以念大学 将来当个外交官 所以他其实对收音机里面的那些应许跟承诺 没有兑现这个事情非常的在乎 那这个是他后悔来台湾的最大预言之一 2005年在陈水扁担任总统时 陈松的案件获得平反 得到了一纸回复名誉证书 陈松也非常在意这张证书 甚至希望刘继雄能把它放到宝岛夜团的纪录片里 刘继雄形容 好像这么多年入狱的不光彩 可以就此一笔勾销 刘继雄说 陈松的故事是一个爱恨宝岛的故事 也是台湾观众以往从不知道的 白色恐怖戒严时代的故事 但例如陈松老人的经历 这样的史料 已经到了必须抢救的地步 刘继雄说 但是难为的就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这些老人家其实 每一天每一天都在凋零 像今年的话 尤其像今年是 二战结束70年了 其实可想而知在五年到十年之间 这些战争世代的老先生 很快就会凋零